我们来看第一节的第三个问题 利率的期限结构 此处我标了三颗星星 告诉你第一节里面的第三个问题 这是第一节的高频考点 关于利率的期限结构 在17年18年 还有刚刚过去的2022年 都考了客观题 利率的期限结构下 我们学习利率期限结构 这一共七个字 它的定义是什么 来了解一下 反应利率期限结构的 收益率曲线的含义和 形态 并且呢 为了后续的相关理论的学习 我们前面铺垫一些相关概念 那相关理论 教材介绍无偏预期理论 市场分割理论和流动性 溢价理论 此知识点考点 主要集中在三个相关理论的观点 以及呢 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上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定义 这个定义是抽象的 你先听我说 然后呢 我再具体表达一下 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利率的期限结构是指 某一时点 某一时点就是零时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站着你 站在这展望未来就看 看啥呢 看不同期限债券 现在有一个两年期的债券 有一个五年期的债券 这就是不同期限的债券 我们看它什么呢 看他们的到期收益率 与期限的关系 到期收益率 就是两年期债券 就是我持有两年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 财管当中的率都是年口径 平均每年收益率的含义 两年期的债券 持有满两年了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叫做两年期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比如说表现为R02 就是零就是从现在开始 持有债券 持有两年 R呢 又是一个年口径 平均每年的收益 然后五年的期限的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就是我这个债券呢 我一共持有五年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叫做五年期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是R05 我们就研究两年债券 和五年债券 然后他们俩的到期收益率 是怎样的关系 你从我头 这个图上来看 一个债券持有两年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小于五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这个收益率就呈现出一个上行的状态了 那如果两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大于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那收益率曲线就往下走了 所以这反映的是 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的关系 反映的就是 长期产品 平均每年的利率 和短期产品 平均每年利率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我们用曲线来表示 该曲线就叫做收益率曲线 所以利率的期限的这个结构 用收益率曲线来解释 比如说我画的这个图里面 我把我家的这个线去掉 那这张图上的含义 就是基于现在这个时间点 小人站在零这个时间点来看 五年债券平均每年收益率 和两年期债券平均每年收益率相比 将会上升 这张图上表现的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说利率的期限结构 可以表现为收益率的曲线 收益率的曲线有哪些形态呢 今天我录这段视频的时间 是3月10号 昨天是3月9号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截图截的是2003年3月9号的 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中债收益率模块下的收益率曲线 现在同学们看到的这个线 是3A级的 信用最良好的公司债的收益率的 一个曲线 它是一个上行的状态 是上斜的状态 说明呢 短期债券平均的 每年的收益率是 小于长期债券平均每年的收益率的 就持有的时间越长 然后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就会越高 但是很多人喜欢流动性 时间长了又怕有各种不确定性 而且时间长 万一我这个钱短期要用呢 所以一般的人呢 就是讨厌时间长 所以时间长了 给你收益率更高 就表现出来这种上写的状态了 所以你看我这条线这里也打够了 曲线的类型也有好多种 我打的是到期收益率曲线 同学们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自己去看啊 好 然后接下来还是3月9号 我给你看的是啊 这个呃 两个一个是BBB级的 一个是CCC级的啊 这两类型债券我们能看得出 基本上收益率曲线啊 呈现出水平状态 就是短期的和长期的买下来 平均收益率水平差不多啊 就是这两类企业发的债券 你买它两年的和它买五年的 平均下来每年的收益率水平是差不多的 因为信用级别低了 所以这类型债券给的回报率就会很高 来吸引你像3A级的信用好 它的收益率就相对低一些 然后再给同学们看一条线啊 这条线在打勾的地方在这啊 是CC级的是级别最低的这种债券 风险性极高 这叫垃圾债券 那这类债券就是买短期的 现在收益率特别高 长期的为啥收益率低 因为本来就垃圾债券风险高 时间在那么长 人们都不愿意去买它了啊 这种债券它的短期 时间短的收益率高 时间长的反倒收益率下降 而呈现出一种下写的一种状态 所以收益率曲线 并不是说教科书上那么化的 我们书上的理论都是源自于实践的 从实践当中提炼 就有了教科书上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看书上 第二个部分叫收益率曲线的形态 第一种形态叫上写 也叫正向收益率曲线 R01小于R03小于R05 就是零就是现在啊 下标零就是基于现在来看 R01啊就是买一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是小于我买三年的这个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小于我买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的 啊所以时间越长 债券平均收益率越高 而收益率曲线表明的就是啊 这个到期收益率和啊 债券期限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成正向关系 所以表现为上写 结论就是G7的长期利率 大于G7的短期利率 G7就是下标零 就是现在就是G7 上标一三五啊 就是五嘛时间长 三居中一最短 长期利率啊 G7长期利率大于G7短期利率 或者说叫长期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是大于中期债券到期收益率 大于短期债券到期收益率的 更说大白话 按这张图来说 就是持有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是大于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大于一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的 好然后第二种啊 收益率曲线的形态 叫下写 也叫反向收益率曲线 R01大于R03 大于R05 就是我买一年债券 平均的收益率 大于买三年债券的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大于买五年的债券 平均所获得的收益率 下标零就是G7 就是我现在买 展望未来 买一年买三年买五年 上标呢 就是买一年买三年买五年 代表短期中期和长期 那下写收益率曲线 同学已经有经验了 就表示G7长期利率 比如说R05 是小于G7短期利率的 小于R03 再小于R01的 倒过来说 那么长期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小于中期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小于短期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用这张图来表达 那就是持有五年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小于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获得的收益率 还小于一年期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那接下来同学 你就可以讲了 水平收益率曲线R01 R03 R05 啥意思啊 就是G7是表示零时点 去买长期债券利率 就等于G7是零时点 此时你买短期债券的 每年的利率 也就是长期债券 到期收益率 等于中期的 等于短期的 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大白话就是 我买一个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等于我买一个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也等于我就买一个一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然后接下来呢 有拱形啊 也叫风形的收益率曲线 先升后降的 你可以理解成 我买R03 也就是我买一个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是最高的 你要是买一年的债券 平均的收益率水平 没有买三年高 你要再买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也没有三年的高 也就是 极期长期利率 表现为先升后降 中期债券 到期收益率是最大的 也就是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收益率 是大于一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那五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又小于三年期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我一直在强调 到期收益率 就是一个产品持有 直到期以后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水平 那么收益率的曲线 我们先从中债网上 给你看实际的曲线 然后呢 又给你展示了教材上 对于曲线类型 或者是形态的一个归纳 我们再回到实践当中来看 这是2023年3月8号 前天的新浪财经上的一个新闻 两天前的新闻 今天10号 美债多条收益率曲线 倒挂加深 美债收益率曲线是倒挂的 倒挂啥意思 就是下写的 下写的 说美国国债收益率 现在是全线飙升 短期收益率零涨 两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 倒挂幅度 已经达到了本紧缩周期以来的最大 其他收益率曲线也倒挂加深 两年期比30年的收益率高出106个基点 我们不管基点怎么算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两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的水平 远远大于30年期的这个国债 平均每年的一个收益率水平 二者之差达到了记录上的最高点 那你说啊 收益率曲线倒挂也就是呈现下写 这能说明什么呢 意味着投资者长线投资的信心在减弱 投资者对未来的收益的预期是不乐观的 是下降的 而且呢 也能说明啊 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 然后咱们再做个对比哈 这是3月9号昨天 这两张图是截图字 我们国家财政部的网站的 能看到中国国债的收益率的曲线 从现在一直到30年 从现在到30年 呈现上写状态 刚才美国国债倒挂的含义讲了 那么这张图你该如何解读呀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相关概念啊 相关概念是为了铺垫后面的理论的 那在相关概念当中 我们讲讲集期利率和预期利率 其实前面在图中你已经见过了 其实此处有四个概念 叫集期短期利率 集期长期利率 预期短期利率 预期长期利率 集期短期利率 R01 集期是下标零 先写下标表示是现在还是未来 先写零就表示现在就是集期 短期是一年 长期就是超过一年了 所以R01就表示 现在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 它的利率是多少 站在现在买短期 下标表示G期 上标表示一是短期 那集期长期利率呢 比如说R02 R05 R表示利率 下标零表示G期 就是现在来买这个债券 买两年 平均每年利率是多少 买五年 平均利率是多少 二和五都叫长期 所以这叫G期长期利率 什么叫预期短期利率呢 R21 R31 R51 含买就是我两年以后 再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 利率是多少 或者呢三年以后 我再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 利率是多少 或者我五年以后 再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 利率是多少 下标只要不是零 就表示未来 叫预期 上标呢是一 就表示短期 我只买一年啊 这个债券 那预期长期利率 你就懂了 比如说R25 R25的含义 就是两年末的时候 我再去买一个五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收益是多少 下标二表示 未来是预期是两年末 那一下买了个五年 这是长期的债券 那么要说明的是 上述的这个R 标管上下标 只要看到R 就是平均每年的利率 在财管当中 都是讲年口径的 像R25的含义就是 二年末展望未来五年 平均每年利率是多少 要说明一下 我们做这样的标注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 理解接下来的理论的 你知道这四个概念的 相关标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利率期限结构的 相关理论 相关理论有 无偏预期理论 市场分割理论 和流动性溢价理论 我们要掌握三个理论的 基本的观点 以及三个理论下 对于收益率曲线的解释 首先是无偏预期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的观点 就是利率期限结构 完全取决于市场 对未来利率的预期 很关键的一句话 长期 计期利率 是短期 预期利率的函数 或者是无偏的估计 也就是 长期 计期利率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R02 是短期预期利率 那短期 预期 预期在下标是1 上标又是短期 R11 就R02 是R11的 无偏的估计 什么意思呢 R02 是R01和R11的 平均数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 投资者对于 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 是没有偏好的 买长债券和买短债券 都是一样的 因为呢 长期债券 你买了长期平均 每年的利率 和你先买一个短期债券 再买一个短期债券 算下来的平均的利率 都是一样的 从字面上来讲 好像有点抽象 什么无偏估计的 那你要知道 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 买长的买短的一个样 来我们通过一道例题 来理解一下 假定呢 一年期 集期利率是5% 那就是现在买一个债券 就买一年 这个债券利率是5% 市场预测 一年后的 一年预期利率 那就是一年以后 我再买一个债券 它的利率呢 是6% 那么现在就问你 两年期集期利率是多少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一口气买两年 平均每年的利率是多少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方案一 我用一块钱 我先存一年 连本代息 然后再存一年 两年后的本利盒是多少呀 那一年期集期利率 所以5% 我一块钱呢 先啊 这个存一年 一年以后的本利盒 就一乘以1加5%了 一年以后的本利盒啊 就形成了第二年的本金 然后第二年的利率是6%了 再乘以1加6% 所以1乘以1加5% 再乘以1加6% 一块钱 先按5%存一年 然后本利盒再按6% 再存一年 结果有了 那么如果我一块钱 直接存两年呢 那按照预期理论 那就是长期利率 是短期利率的无偏估计 我直接存两年 和我先存一年 再存一年的结果一样的 是无偏的 那么我直接存两年的 本利盒是多少呢 是1乘以1加R02的平方 那说白了就是 1乘以1加R02 再乘以1加R02 R0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 我存两年平均每年的利率 R一定是个年口径 所以一年以后的本利盒 是1乘以1加R02 然后呢 再乘以1加R02 是两年后的本利盒 所以表现为 1乘以1加R02的平方 那么我一元钱 直接存两年 利滚利一年 再利滚利一年以后的结果 和我一块钱 先存一年 再存一年 结果是相同的 是等于刚才的 1乘以1加5% 再乘以1加6%的 然后我把上试当中的 R02解出来 那就根号下 1加5% 乘以1加6% 然后减1 因为这有个平方的嘛 这有平方 括号里面 又1加R02 你要求R02 可不就是 先开放 然后再减1 等于5.5% 有同学说 哎 5.5% 这不就是5% 加上6% 除以2吗 错 千万不要这样去理解 我们提示一下啊 R01 5% 叫G7 短期利率 就是站在现在 存一年的利率 R11 这个6% 是预期短期利率 是一年以后 再存一年的利率 R02 这个5.5% 叫G7 长期利率 是从现在开始一下 存两年平均每年的利率 那么从刚才的 这道例题当中 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长期的集期利率 也就是R02 是预期的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其实就是R01 和R11的平均值 而这里的平均值 是几何平均值 5.5% 可不是5% 加6% 除以2 5% 加6% 除以2 那叫算数平均数 而我们这里是几何平均数 因为你刚才 试子当中 看到的5.5% 是四舍五入以后的结果 你拿计算器 按出来 是5.4988 我倒想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 但是88一进 就是5.50了 所以就写成了 5.5了 那么我接下来 拓展一下啊 R02 是R01 和R11的几何平均数 那请问R03 是什么 我们先 文字表达一下 R03的含义 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一下存三年 平均每年的利率 从现在开始 存三年 三年以后的本利盒 1加R03的三次方 它应该等于 1加上R01 其实这里都有个1乘以的 1加R01 这是一年后的本利盒 然后再一年末以后 再存一年 再乘以1加R1 两年末的本利盒 再存一年 再乘以1加R21 21就是两年末展望未来 接下来一年的利率嘛 所以R03就等于 三次根号下 1加R01 乘以1加R11 再乘以1加R21 然后根号外面减1 比如说R01啊 从现在开始 存一年利率2% R11 一年以后 再存一年利率是4% R21 两年以后 再存一年利率是5% 那咱们现在开始 一次存三年 平均每年 利率是多少呀 三次根号下 1加2% 乘以1加4% 乘以1加5% 根号外面减1 等于3.66% 这个3.66 并不是2% 加4% 加5除以3的算数 平均数 不是 它是几何平均数 是从零时点 每年复利到三年末 平均每年的利率 那接下来 无偏预期理论 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 那么 那么无偏预期理论 是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 而利率期限结构 表现形式 就是收益率曲线 我们刚才有见过 上斜的水平的下行的 风行的 然后无偏预期理论呢 现在怎么用这个理论 去解解释收益率曲线呢 那收益率曲线 刚才我们说了 有上斜下斜水平和风行 如果在无偏预期理论下 这个理论你别忘了 这个理论的观点就是 买长期债券 买短期债券 一个样 长期债券的 平均每年的利率 等于各短期债券的 利率的几何平均数 就这么个理论下 如果收益率曲线是 上斜下斜水平风行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解释的又是什么呢 每个字都要看清楚 那么教材上告诉你 收益率曲线形态 解释的是市场预期未来 短期利率将会怎样 解释的是啥呀 预期 未来的短期利率 说白了就是 假设呢 告诉你啊 这个R01和R02的关系了 R01就基于现在买 一年期债券 R02基于现在买两年期债券 这两种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呈现上斜下斜水平风行的 然后问你R11怎么样 因为它解释的是 未来短期利率的一个趋势 那现在告诉你结论 就是上斜的R1将会上升 下斜的将会下降 水平的保持不变 风行的就是较近的时期上升 较远的将来下降 啥意思呢 我们只要解释一个就够了 不用花时间再解释后面三个 假设啊 到期收益率和期限的关系 叫利率期限结构 画在图上叫收益率曲线 那如果这个无偏预期理论下 收益率曲线呈现为上斜 含义就是 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 平均每年收益率R01 是小于买一个两年期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的R02的 R01小于R02 所以收益率曲线表现为上斜 但他解释的是未来短期利率 将会怎么样 解释的是R11的一个走势 你就想想几何平均数 算数平均数 它都是平均数呀 那么R02是R01和R11的一个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比第一个数大 它才上斜的 你想平均数如果比第一个数字大 说明被平均的另一个数字 一定是更大的 举个例子来说 你赚5000块一个月 你们家的平均收入是8000块 你家只有你跟你老公赚钱 那可不就是说明你老公赚的 不仅比你多 也得比这个平均数多呀 好 所以借由R02大于R01 因为R02是R01和R11的平均数 我们能推出R11将大于R01 也就是未来的短期利率 和R01相比R11呢 是上升的 R11大于R01 好 这就是上斜收益率曲线 对于未来短期利率的解释 就刚才这张图上 我用文字再跟你说一遍 本质是根据R01和R02的走势 来判断R11的变化 R01如果小于R02 这就是上斜了 我们就能推出 也就是平均数比第一个数大 我们能推出被平均的另一个数字 是大于 刚才被平均的第一个数字的 R11上升 也就是本质上 R02是R01和R11的平均数 如果平均数上升的话 那么R11将会更大 讲一个上斜就够了 那你说下斜呢 下斜就是R01大于R02 如果画一个图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R01在这儿 然后呢 R02在这儿 平均数下降了 你挣5000 你家的平均数是3000 那说明你老公挣的 不仅比你少 比平均数也得小 不然的话 不可能平均数3000来的 那么就能推出R11呢 是更加下降的 所以结论就是R11下降 那如果是水平的呢 R01等于R02 平均数等于第一个数字 那第二个数字 也得等于第一个数字 你挣3000 你家平均工资3000 你老公本也就3000嘛 所以R11和R01相比呢 它是不变的 风行的 你可以理解成前期上斜 后期下斜 前半段上行 后半段是下行的 那我们把风行的一批为二 先看左半部分 那先看左半部分的话 它就是一个刚才的上斜曲线 R01小于R02 能推出R11呢 是先上升的 然后R02又大于R03 收益率曲线又下斜了 后半部分 然后呢又能说明什么呢 又能说明未来的短期利率 是下降的 也就是从这个式子 能推出R11肯定比R01大 但是又能推出R21呢 又比R11小 所以预期短期利率 先是近期上升 远期下降 这就无偏预期理论 同学们结合这张表 然后呢 把结论呢 记住 关键就是 根据R01和R02的关系 来推一下R11 这个未来短期利率 将会上升 还是下降 还是稳定 很好理解啊 但这个理论有缺陷的 缺陷就是 无偏预期理论 之前是有两个假定的 这两个假定特别理想化 跟金融市场差距太远了 那基于 理想化的假定 得出来的结论 它的可靠性就存疑了 那这两个假定是什么呢 使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 具有确定的预期 也就是我现在呢 对R11 R21 未来的短期利率是确定的 但是实际上呢 人们对于未来的事情的把握性 是比较小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假定资金在长期市场 和短期市场之间流动 是完全自由的 什么意思呢 我本来都是买长期债券的 我不买了 我去买短的 或者我本来是买短期债券的 我随便 我又去买长期债券了 也就是说你买一年的债券 等到 还本付息以后 用这个钱再买 一年的债券 和你从现在开始一下 买两年的债券没区别 而且资金 想买长就买长 想买短就买短 是自由的 但现实当中不是的 现实当中呢 有的人就关注于短期债券 那比如说我 就我来讲 我一年以后要用钱 我不可能去把我的钱 存在流动性较差的长期产品上 我只能盯着短期的 但有的投资机构 他就要去关乎 长期的一些投资产品 他不可能去买短期的 所以人们对于长短期市场 其实是有偏好 是有分割的 不可能这么完全自由流动的 但这是无偏预期理论的前提假设 那我们从考试的角度 你会计算 知道无偏利率 无偏预期理论下 这个R02或者R03 怎么算出来的 然后知道长期利率 是短期利率的平均数 知道啊 这个无偏预期理论下 上斜水平 下斜风行 这个收益率曲线 对于R11未来短期利率怎么解释 考试就够了啊 好 同学们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翻开好题 大家通关 你先做一下练习三和四 然后我们再继续 练习三 新鲜出炉 二二年的单选集 目前一年期债券的 基期利率是6% 这是R01 6% 预期一年后 一年的债券的 基期利率是5% 这是预期短期利率 R11是5% 根据无偏预期理论 那两年期债券的 基期利率R02 是多少呢 这不就很简单的 送分题吗 R02等于啥 一加6% 再乘以一加5% 开放减一 题真的不展开讲了 前面我们讲 基本概念已经讲清楚了 所以这道题呢 就是选B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你得要看一下 ACD为啥是错的呢 那如果把B算一下 后面答案有B算一下 算出来是5.499% 其实是5.5% 而不是5.05A 肯定是计算结果上的错误 B与一年期 极期利率 和一年后预期利率 均无关 咋能没关呢 B选项不就是 根据极期利率 和预期利率 算出来的吗 然后D选项 与极期利率有关 与预期利率无关 也错了 反正B就是对的 既和极期短期利率 也有关 又和预期短期利率有关 这道题呢 就选B很简单 22年的单选题 好 接下来呢 我再给同学们练一道啊 练习4 如果一年期 极期利率是2% R01 2% 两年期的 极期利率4% 说的是R02 是4% 那么预期一年后的 一年期极期利率是多少呢 求R11 那刚才我们知道R01 R11 让你求R02 那现在知道R01和R02了 然后让你来反求R11 我相信你是搞得定的哈 那基本思路是 1加上4%的二十方 等于1加2% 扩化扩除 再乘以1加上R11 所以R11是1加上R02的平方 然后除以1加上R01 然后再减掉1 计算结果就可以了 就是刚才无偏预期理论 基本表达式的一个 反向的运用 好了 然后我们把无偏预期理论 说完了 接下来呢 来说说市场分割理论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市场被分割了 那市场有短期市场 中期市场 长期市场 不同期限的市场 相互分割 观点是 由于法律制度 文化心理投资偏好等不同 要法律制度 也许规定 打个比方说吧 养老金 只能投资于流动性好的 短期的 你就不能投长的 比如说有文化心理投资偏好 有的人就喜欢长线的投资 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吧 投资者会比较固定的投资于某一期限的债券 有人就喜欢短的 有人就喜欢长的 那每类投资者固定偏好于收益率曲线的特定部分 收益率曲线里面 有一年期债券 两年期债券 三年期四年期 有的人就喜欢短的 有人就喜欢中期的 有人喜欢长期的 从而形成了以期限为划分标志的细分市场 那相关结论就是第一个 不同期限的集期利率 完全由该期限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也就是产品的价格由该产品的供求决定 而利率呢 就是资金的价格 那资金的价格也是由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 那么关于供给曲线 需求曲线 在经济学上演变 怎么达到均衡状态 我们不展开时间讲了 在这儿你就知道资金的供和需 在均衡平衡状态下决定了利率 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一下利率 就是由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 那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上 有不同的供给和需求 所以每个市场上的这个利率 都是由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那第二个结论就是 单个市场上的利率变化 不会对其他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影响 打个比方说R02 是中期市场 中期市场的债券平均每年的利率 由中期市场的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它并不是短期的利率的一个平均数 和短期利率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短期市场上R01 由短期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中期市场上 我买两年债券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和那个R01啊R11啊 跟机器短期利率 机器短期利率和预期短期利率都没有关系 它是中期市场的 中期市场有中期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 就把R02决定了 那R03假如是长期市场 长期市场跟短期跟中期也没有关系 R03是买债券买三年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就跟那个三年债券市场上的资金 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有关 所以这是一个三个相互分割的互不关联的市场 然后每个市场上的利率 由本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这就是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 那么该理论下对收益率曲线也有解释 但解释的就不是未来短期利率了 解释的就是收益率曲线每个部分的关系 如果收益率曲线呈现上写 我们之前讲过上写R01 R02 R03上写 那它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短期市场的利率R01 恰好呢小于中期市场的利率R02 恰好呢就小于长期市场的利率R03 我用了恰好 因为每个市场的利率都是每个市场供求决定的 恰好这三个市场的供求决定下来以后 R01小于R02小于R03 然后收益率曲线就呈现了上写的趋势 就是那句话这不巧了吗 那下写呢就是恰好三个市场各自的供求 然后就决定了R01 R02 R03 是一个向下的关系 那水平呢那不巧了吗 每个市场的供求决定了每个市场的 这个利率水平 正好决定下来R01等于R02等于R03 那风行的就是巧了吗 各个市场供求关系下 发现R02是最高的 R01D R03D 收益率曲线呢就表现为啊 一个风行的样子嘛 这就是完全纯属巧合 所以市场分割理论下 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 就是判断R01 R02 R03的一个关系 啊 然后结论 R01 R02 R03 可能上写可能水平可能下写可能风行 原因就是纯属巧合 比如说上写曲线里 短期的低于中期的又低于长期的 那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供求 供求决定了R01 R02 R03 正好这三个数字呈现出上写水平 就是纯属巧合 那么这个理论的缺陷就是 既然啊 这三个市场相互分割 互不关联 互不影响啊 每个市场的利率都有该市场的供求 关系决定 那就说明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 那缺陷在于该理论认为 不同期限债券市场互不相关 因此这个理论没法解释 一个现象 客观世界当中存在的真实现象 就是不同期限债券利率 会体现同步波动的 就是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 哎 都会有同步波动现象啊 要涨都涨 要跌都跌 就没法解释长期市场利率 会随短期债券市场利率的波动 也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就是当短的动 哎 驱动了长的也动 第一解释不了他们同步波动 第二解释不了因果关系 因为短期的动了 长的也动了 那他们有关联啊 但是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是分割的 那你怎么解释说 短的利率上涨了 长的利率也上涨呢 这是缺陷 好 接下来 第三个理论叫流动性溢价理论 流动性溢价理论的假设是 不同期限债券可以相互替代 但是不能完全替代 那么现在我就问个问题 啊 什么情况下 不同期限债券能完全替代呢 就是第一个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下 就是完全替代 买长的也行 买短的也行 啊 我买短的 然后到期的再买个短的 合起来跟我一下 一口气买个长的 完全一样 长短期市场资金也可以自由流动 长期债券 短期债券完全替代 但是现在流动性溢价理论说了 长短期是能互相替代 但不是完全替代 是有条件替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投资者 为了减少风险 偏好于流动性好的短期债券 那长期债券要给一定的流动性 溢价了 我才能够吸引投资者 我去买酱油 我都买小瓶的 小瓶的新鲜呀 但有的时候 大瓶的搞促销 我就去会买大瓶的 我本来都是喜欢小瓶的 又好拿又新鲜 除非大瓶的 给了我一定的价格上的优惠 才吸引了我去买那个大瓶的 也就是原本的 无偏预期理论下 两个小瓶 酱油价格和一个大瓶 酱油是一样的 但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呢 这个大瓶子的酱油 其实是更便宜的 也就是长期利率 不再是期限内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了 它在这个基础上呢 要给投资者一定的补偿 额外要给你一个流动性 溢价的补偿 也就是1加R02 曾经呢 1加R02的平方 等于1加R01 再乘以1加R11 然后 把这个1加R02开方 左边只剩下1加R02了 右边就是1加R01 乘以1加R1的开方 如果我不看后面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曾经的无偏预期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下 这叫做长期利率R02 是短期利率R01和R11的平均数 但现在不是平均数了 我在平均数的基础上 给你一个流动性的溢价 因为长期债券流动性不好 时间长 我再给你补点让你的收益率更高 所以在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有一个假设就是投资者都喜欢短的 因为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 都喜欢流动性好的短期债券 大家都喜欢短的 但是我给了你补偿以后 可能就把投资者拐跑了 然后就也能接受长的了 好 这是他的观点 然后接下来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 在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R01 R02 R03 他们大小关系 表现出的收益率曲线 可能上斜 可能水平 可能下斜 也可能风行 那么让你判断 未来短期利率R11 将会是上升呢 不变呢 还是下降呢 所以收益率曲线 现在解释的不是R01 R02和R03的关系了 是收益率曲线 上斜水平下斜时 要解释解释R11 和R01相比 它会怎样 我要说的就是 今年此处教材上 上斜 原来这儿下降幅度 打于流动性溢价 将会下降 下降幅度 什么等于流动性溢价 下降幅度 什么小于流动性溢价 它有个关于下降幅度的表述 但是原来书上 表述的是错的 然后我就 泼沫沸口舌的 给同学们讲讲 教材上是为啥错的 花了好多时间 然后呢 学生就无所适从 那我跟教材 还是跟老师 我听谁的 如果考出来 所以今年就 不会有这问题了 教材上 把那个错误的结论 给删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只需要 记住表格上的结论 就可以了 也就是收益率曲线 上写时 预期未来 短期利率 上写其实就是 讲什么呢 上写其实讲的就是 R01 如果小于R02了 然后R11将会怎么样 这时候R1 可能上升 可能不变 可能下降 当R01等于R02的时候 然后R11将会下降 R01大于R02 下斜的时候 R11呢 也是会下降 那风行的呢 就是前半部分 按上写走 后半部分按下写走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啊 请同学们看着这张图 不要一目了然的看 一根线 一根线的看 我现在呢 你顺着我的指引啊 一点一点的来看啊 首先呢 你看黄色的这条线 黄色的这条线下 有R01 这是从现在开始 我买一个一年期的债券啊 它的收益率 好 在这个黄色的线这里 有R02 这是我买两年的债券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的水平 现在R02比R01大 因此收益率曲线 就表现为向上的 上斜的一个状态 所以实现下呢 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因为现在我是流动性 溢价理论下的一个上斜曲线 那么流动性的溢价理论下 现在R02在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有三条虚线 这个虚线讲的是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它是短期利率的平均数 那么你注意前面啊 R02 在无偏预期理论下 是R01和R1的平均数来着 在这个平均数的基础上呢 然后我又加了流动性溢价 才表现为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R02 那我要说的是R02 现在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加了流动性溢价以后的长期利率 然后我把流动性溢价减掉以后 就是无偏预期理论下的长期利率了 所以曲线是无偏预期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而这里蓝色的箭头呢 叫流动性溢价 也就是呢R021平 加了流动性溢价以后 变成了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但是这个流动性溢价 谁知道加的多还是加的少呢 所以流动性溢价理论 不知道多少减掉流动性溢价理论以后的R021平 是可能上写可能水平可能下降 但是现在呢我们讨论的是R11 并不是讨论R021平 R11呢这时候你就明白了 R01和R021平这个虚线是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那不就是旧知识了吗 当无偏预期理论下收益率曲线上写 也就是R021平比R01大的时候平均数大于第一个数 说明被平均的第二个数R11是上升的 那么R02去掉流动性溢价以后 我们找到无偏预期理论下的R021平 它和R01的关系是 它是R01和R1的平均数 如果这个平均数和R01保持水平 那说明被平均的另外一个数字R11 是水平保持不变的 那么如果R021平和R01表现为下写 平均数比第一个数变小了 说明被平均的另外一个数字R11呢 是更小的 那我们现在就得出结论了 R01和R02相比是上写的 R02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减了流动性溢价以后 R02一平和R01的关系是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 长期利率的这个形成的收益率曲线 可能上写可能水平可能下写 从而推出R11 可能上升 可能不变 可能下降 也就是从图上 刚才的这张图 我用数字关系再给你看一下 R01和R02 这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如果表现为上写 去掉流动性溢价理论以后 R01和R02一平 就是我们第一个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了 那流动性溢价你不知道多于少呀 所以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在剔除掉流动性溢价以后 可能上写可能水平可能下写 那么R01和R02一平表现为上写的时候 那R11上升 R01R02一平表现水平的时候 R11和R01相比不变 R01和R02一平表现为下写的时候 R11和R01相比是下降的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我把它画在了一起啊 现在黄色的这条实线 就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长期利率 可能表现为水平 可能表现为下写 那么我们把流动性溢价给它减掉 蓝色的这个箭头就是流动性溢价 把它给减了 减了以后还原出了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也就是R01和R02一平的关系 那么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不管水平还是下写 减掉流动性溢价之后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铁定都是表现为下写的 那这时候 既然R02一平比R01小 平均数比第一个数小 那第二个倍平均的数就更小了 所以呢 后面两种情况得出 R11呢都是下降的 用文字表示第二种情况 R01 R02 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表现为水平 去掉流动性溢价以后 R01和R021平就是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表现为下写 那么R11下降 那第三种情况 就是上面的这个水平改成下写的 其他结论呢都是一样的 好 现在呢我们通过一张表总结 然后再把这个疑惑解一下 辨析一下啊 1加R02 此时的R02呢 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 啊 机器的长期利率 它等于无偏预期理论下的 短期利率的几何平均数的基础上 再加上流动性溢价 那么流动性溢价理论下面的收益率的曲线 可能是上写的水平的下写的风行的 我们借由流动性溢价理论的收益率的曲线 我们先减去流动性溢价来看 无偏预期理论下R01和R02的总是 那么流动性溢价可能多 可能少减去流动性溢价之后啊 如果流动性溢价理论是上写的 那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可能上写可能水平可能下写 推出市场未来短期利率R11 可能上升可能不变可能下降 无偏预期理论下收益率曲线水平 减掉这个流动性溢价以后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一定是下写的 然后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收益率曲线 是下写的 再减掉流动性溢价之后 那么无偏预期理论下 长期债券利率一定也是下写的 长期的下写再去推未来的短期利率啊 一定是下降的 那风行的就是较近的时期 取上写的前半段 未来短期利率可能上升 可能不变可能下降 风行后半段呢 就起下写的那一段 较远的将来 那么未来短期利率是下降的 特别高兴 不用讨论下降幅度啊 和流动性溢价的关系了 好 现在我们在横向对比一下三个理论啊 无偏预期理论摆在了第一列 市场分割理论是第二列 流动性溢价理论呢 是我们刚才学的第三列 但是我们学的时候注意一下一和三的对比 从投资者的角度 无偏预期理论下 对不同期限债券没偏好 长的短的都一样啊 我买两个短的和我买一个长的 收益上 平均每年的收益上也没有区别 但是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就是偏好短的 不喜欢长的 除非长期债券给我更多的 风险补偿 我才去可能买长的 但市场分割理论下 投资者固定偏好于收益率曲线的特定部分 我喜欢短的 哪怕长期债券给我再多的补偿 我没有资格买长的 有的投资机构 他说我只能买长的 短期这个流动性好的 收益也不错 我就没法买 所以只是固定于收益率曲线的特定部分 那么在无偏预期理论下 长短期债券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 而流动性溢价理论下呢 是有条件替代的 大家爱短的 长的给补偿才去买长的 但市场分割理论下 长短期债券是互不相关的 从市场上讲 无偏预期理论下 长期市场短期市场无差别 资金可以在长短期市场自由流动 而流动性溢价理论下有差别 大家都喜欢短期市场 除非长期市场利率 给流动性溢价的补偿 才能把我拐到长期市场上去 市场分割理论下互不相关 长短期利率的关系 无偏预期理论下 长期利率是期限内 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数 而流动性溢价理论呢 是期限内短期利率平均值 加上流动性风险溢价 市场分割理论下 长期利率短期利率是相互独立 互不影响互不相关 由各自市场的货币的供求来决定的 好我们现在呢 就把利率期限结构的相关理论说完了 同学们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打开好题大通关 然后把五六七八做完 然后视频再继续 练习五十一八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说法中符合流动性溢价理论的事 考的是刚才的第三个理论 A说长期的集期利率 就R02啊 是短期预期利率的无偏估计 也就是是短期预期利率的平均数 这说的是第一个理论 无偏预期理论 是刚才的第一个理论 B不同期限债券互不相关 说的是刚才的第二个理论 第三期限越长利率变动越大 风险越高 这是对的 所以人们都喜欢短的 因为长的风险大 除非你给我 这个流动性的溢价的补偿 所以C呢是正确的 是我们刚才学的第三个理论 D 集期利率水平 由各期限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是第二个市场分割理论 这道题选择答案C 然后练习6 17年的单选题 关于利率期限结构的表示中 属于预期理论观点 预期理论也叫无偏预期理论 曾经书上叫预期理论 后来教材上加了无偏两个字的 那现在讲的就是无偏预期理论 第一个理论的观点是 不同到期期限债券无法替代吗 这是分割理论 那到期期限不同的债券 由供给需求决定 这又是市场分割理论 C 长期债券利率等于 有效期内人们预期短期利率的 平均值正确 这就是无偏预期理论的一个观点 D呢是在C的基础上 要加流动性溢价了 那是我们学的第四个 流动性溢价理论 好 接下来第七题 下列关于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 说法中正确的是 这是自编题目了 那正确的是什么呀 收益率曲线反映某一时点上 不同期限 债券到期收益率和到期期限的关系 这是收益率曲线的概念 小人站在零时点 来看五年期和两年期债券 他们的收益率跟五年两年 跟这个数字上 究竟是一个正相关 还是这个负相关 还是水平关系呀 概念嘛 A是正确的 B 无偏预期理论 说的是第一个理论 对上协收益率曲线的解释是 市场预期未来长期利率将会上升 无偏预期理论 上协收益率曲线 这个曲线揭示的是 长期利率是要上升 但它解释的是 是预期短期利率的一个走势 所以它表现是看长期利率是上升了 那么你解释 R11将会怎么样 将会变大 将会上升 所以B呢 错在了长期这两个字要改短期就对了 好 然后C 市场分割理论 对上协收益率曲线的解释就是 短期利率低于长期 这是对的 就是巧合状态 各自供求决定各自利率 各自供求把各自利率决定完了 可以看R01小于R02小于R03 然后D 流动性溢价理论上协收益率曲线 解释的是市场未来长期利率可能上升水 可能不变可能下降 流动性溢价理论下的上协收益率曲线 说的是未来长期利率是上协的 这是表象 然后要解释的是什么 解释的是未来的短期利率 你是上协的是表象 减了流动性溢价以后 无偏预期理论下的长期利率可能上协 可能水平可能下降 然后进而推出 而意义是可能上升 可能不变可能下降的 你注意一个推导的连锁的关系啊 好 然后接下来 第八题 按照流动性溢价理论 市场预期未来利率 有下降情况出现的收益率曲线 是哪几条呢 ABCD都选的 因为上协收益率曲线下 有没有未来短期利率下降的可能啊 有啊 去掉流动性溢价以后 R02一品 小无偏预期理论下的长期利率下降 那么R11肯定是下降的 那下协和水平下 R11都是下降的 不说了 风行的 前半段里头也有可能下降 后半段呢 铁钉是下降的 对吧 我们刚才 分析过 R11啊 未来短期利率 在这个流动性溢价理论下 去除流动性溢价 得出无偏预期理论以后 再去找R11啊 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好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们下降的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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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